是 你要记清楚了 电话里边的每一个内容 尤其是香港来的电话 谁 怎么老跟个冰蛋子似的 要学会老百姓的语气说话 是 又来了 那怎么说呀 妈的 疼了十多年的冰 话都不会说 城里的姑娘怎么说 城里的姑娘 我说 好嘞 那你也说好嘞 好嘞 再说一遍 好嘞 不像 好嘞 算了 甭改 当兵的话怎么办 咱还就这样 不改 那能行吗 那怎么不行 咱是军人出身怕什么呀 就这样 是 嫉妇 看不干什么接电话呀 喂 你好 是 听声音好像是一排长 姚勇 找你 喂 姚勇 任某国那边已经打呼招呼了 对 你就安心在广东等 怕什么呀 人家几十万的车都压在我这 对 包括那边在谈销路的事 我找过的单位都是她的对接 对 安心等 只要货一到就立刻告诉我 知道吗 就这样 对了 我每天几点钟上班啊 我好知道几点从家走 过来 瞧见那沙发没有 把它撑开了就是一张床 晚上这就你的宿舍 还给你省了一个月五块钱的房租 比你那个宿舍的检疫房强多了 是强多了 行了 你在这儿熟悉一下环境 我得去火车站联系车皮 咱业务这就转起来了 这么快啊 交换机是从南方进货吗 得从香港进货 那边过了海关 再转运过来 刘成你慢慢就知道了 我先走了 我 等等 我 就 就跟这点事 就这点事 我还怕你以后报应活太多了 私人公司 一个人 要当成三个人士 知道吗 现在杨勇去了广东进货 公司就咱们两个人 你顶得上吗 保障完成任务 除你那样 你不会还不想 做事 你不会有了 我不会买到 红衣袋 穿着 有数损 你不会恋 你不离 你知不知道 你不离 喂 找谁啊 找沐总 你刚回来 我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 沐总每天都要忙到十点才能下班 我当然知道了 我估计你的邻居都要烦死我了 死不知取 老给沐总打电话 有事啊 有事啊 没事怎么敢给沐总打电话呢 什么事 我在职业班 我船头为了沐总 用船头为了沐总 用船头为了沐总 我那天都在其余的 你的事呢 先自己搬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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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紧张吗 我 我 我对自己紧张 为什么 你上班时间怎么不穿买大褂啊 病人来了我再穿 我热 坐吧 你先告诉我什么事 文婷 来信了 写给你的 嗯 说什么 她让我劝一下王剑云 虽然知道她很受伤害 但是没有办法 有时候 伤害是一种成全的方式 还挺意味深长的吧 我想再加上一点 有时候伤害 是更进一步的责任心 和诚实 不懂 你真听不懂啊 这都是小说里的话 而且还是进口小说 我又不读小说 那奇了怪了 读书馆的那些进口小说 不知道被谁借走了 你要是不懂我的意思 就算我认错一个人 可能你真认错了 可能你真认错了 我认错了我认 小赵认错了 他可不饶人 跟小赵有什么关系 男人觉得没关系 不代表女人觉得没关系 我昨天自己去看电影了 看见你旁边的位置 一直空着 昨天电影好看吗 嗯 嗯 拱力演得真好啊 嗯 你说 是拱力好看 还是茉莉好看 是 他和你说过别人的电话内容吗 嗯 这真挺爆啊 茉莉藏饭是细菜 面包奶油加火腿 是哪个 有新闻想听吗 茉莉的朋友 打岳阳电话 交他上一门口 你是说小赵喜欢我 你是在伤害他 你如果不跟他说清楚 就会一直伤害他 虽然 他本来就很清楚 你要跟茉莉看见眼就看见眼呗 我又不会嫉妒 我也嫉妒不着啊 用的饶买东西哄我吗 好 喂 你好啊 找沐总 家里没人接吗 哦 好 我马上找他 铁公总 麻烦你给我借一下 二零四号楼二零一 喂 你好 找谁啊 你好 麻烦你帮我叫一下 沐干事 找沐干事 沐干事 哦 刚才就有人找他 没在家 看样子沐干事还没回来 您是哪位啊 哦 我姓赵 谢谢啊 哦 嗯 嗯 嗯 提公总 麻烦你帮我接一下 二零八号楼 二零五 喂 你好 你好 麻烦你帮我叫一下莫蒂大夫 她今天晚上去值班了 谢谢 不客气 麻烦你接一下门诊值班室 喂 你好门诊值班室 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不说话 奇奇怪怪的 你要不说话我挂了啊 沐建峰在吗 我稍等 我找你一趟 喂 我说对了吧 伤害已经开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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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 稍等一下 变了 嗯 进来吧 坐 坐 哪不舒服啊 发烧了 对 温身疼吗 先测一下体温吧 不用了 测过了 对 是 多少度 四十 四十 这么高 再测一次 自己测得额收不太准 来 再测一次 怎么了 别碰我 你病了到医院来看病 不让医生碰你 就不让你碰 你以为你是谁啊 谁都能碰是吗 你想碰谁就碰谁 别人的男人 你也能碰 是不是 是 你是来看病的吗 我没病 别人都是吃着碗里的 扒着锅里的 你可倒好 吃着锅里的 扒着别人碗里的 还扒着所有人碗里的 也不管那个碗 到底有多大一丁点儿 你半夜把值班医生叫起来 如果不是为了看病 是想无事生非 我就要请你出去了 到底是谁无事生非 我说了 这里是医生值班室 晚上到这儿来的 都是疾病号 你要是没病呢 就请你出去 到你这儿来的都是疾病号吗 那你就是谁都给看了 那我就想知道 沐建峰到底得了什么疾病 你给他看了三个小时 做了个大手术吗 换了个心脏 还是换了个脑子 我再说一次 你要是无事生非 我就马上叫人请你出去 叫啊 叫来的人越多越好 我倒是让大家伙知道 全世界谁是那个 最爱无事生非的人 那年夏天 装模作样地 跟着医疗队下联队 从那个时候起 你就开始无事生非 非说有别人看你 一口一个大白脸 结果呢 就是一只猫头鹰 赵雨晴 你不要太过分 我过分吗 我觉得你才是过分的那个吧 你不就是想让全世界的人 都觉得你好看 霸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吗 连叶猫子都觉得你漂亮 连畜生都喜欢你 对不对 滚出去 你出去 你出去 去你的美国过你的高低日子 你 取吃你的香肠面包 夹着腿 在我们这穷日子里面讲话什么 干什么 放开我 你冷静点 莫待会儿 你没事 没事 你的男人 你们的日子 wo 是他承诺你的 还是你自己以为的 他说过他养我 放开我 什么都放开我 莫待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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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个当过兵的 雨晴 怎么回事啊你 都快十点了 马上客户叫登门了 昨天晚上十点 杨勇从广州打电话来 说两个礼拜前 任总给他惠的款他没有收到 打电话去你家里找不到人 所以打电话来公司 让我去找你 我打了几个电话 都没找到你 早上他又打了几个电话来 崔 去哪儿啊 出去 我知道你出去你去哪儿啊 出去 你是我的雇员 上班时间出门 至少要跟领导请假 得到批准之后才能离开 我再问你一句 你到底要去哪儿 我不回答 我不回答 你怎么样 我是这儿的总经理 你要是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我可以处分 我赵一琴在你眼里 就只是你的雇员 对吧 那你开除我吧 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进 请问你们宾馆还招人吗 你都会做什么呀 我初中文化水平 转业前做过卫生员 还当过两年通讯兵 我可以用英文接电话 还有 我 我还学过散打 拿过全国第三 哎呀 你这个丫头 性格不错 爽快 来来来 坐坐坐 不累 如果不需要人 我就走 我们这儿倒是缺外与人才 你比如说 用英文打字啊 你会英文打字吗 不会 但是我可以学 我学什么都特别快 你给我三个月时间 我真把把他拿下 那好吧 那就三个月学会以后 你再来 没有现成的工作吗 我做什么都可以的 你干什么都行 对 只要能养活自己 那我眼下呢 洗衣房有一个孕衣服的 可以 我可以去孕衣服 打案材料有吗 有 那你明天拿来 今天行吗 这么急呀 你再把我的衣服给孕坏了 这样吧 明天你就正式上班 是 带上班 被刷破了 那个 我也是 我也是 快快快 快快 我给你拿来 快乐 这一早就有了 还以为要啥子 这一早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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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找谁呀 我谁也不找啊 是城里来的吧 没错 我告诉你啊 从城里来的呀 他都找曾补玉 对 村村来的都找曾补玉 谁 曾补玉 补玉 这个名字挺好听的 以玉补天 你们知道吗 你挖练尸为玉 拿去补天了 他在城里当我解放军 我告诉你啊 他是俺们村 长得最近的 你找他吧 我去找他吧 你们带我去找他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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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走 补玉 有人找你 山补玉 补玉 有人找你 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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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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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里来到狗特务 到处照相 什么是狗特务啊 救他 狗特务 狗特务来了 救他 狗特务来了 狗特务来了 你们这儿有个曾补玉 知道他住哪儿吗 你找他干啥 你就是曾补玉吧 谁说的 这四十几户的小山窝里 还能有第二个美女 你长得不也有鼻子有眼的 你就这么回敬人啊 狗特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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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周再捧 你叫我老周也行 一听补玉这名字 我就想着 非得见见你这人不行 你看 第一眼就被我认出来了 程良 程良 这位是老周 程丽来的 你好 媳妇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程丽来的 哪个单位的 做鞋的 做什么鞋的 哪个鞋厂 哪个鞋厂 人家是作家协会的 做我家 你不请人进家坐坐 坐鞋的就能进家坐坐 坐下等候能进家坐坐 那去 进去坐坐呗 坐鞋的 行 请 请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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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不 二百五 何他呢 说你呢 你们家啊 可以弄个农家小客栈 租给别人住 我们这地方这么远 谁过来住啊 我呀 租给你我们住哪儿去 他要是真租的话 隔壁咱们你老家 不是还空着吗 那他先住隔壁去啊 你给多少房钱 你要多少啊 不愿 咱多少房钱能租给他 人家可能就是这么一说 还不一定真租呢 我可不是这么一说啊 你们这儿啊 我早就听说了 山好 水好 风景好 我早就想来住了 你们俩出个价吧 那我也不管你多要 咱就一天十块钱吧 管吃住 一个月三百块钱 管吃管住 行 我就住这儿了啊 你们这儿哪能打电话 从有愧就能 远吗 不远 出了门往东走 喂 喂 喂 刚才是这个小玩意儿在想 嗯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个呀 叫批笔机 我得回电话去了啊 批笔机 菜呢 还没收到 没事没事 你先别急啊 任不欧这阵子忙得也是脚不沾地的 业务上的事情 是我打前站 他在后面负责核弄的对接 这事咱俩谁都干不了 这事咱俩谁都干不了 对 我跟着也学了不少东西 行 你放心等 我这两天就去招惹人报国 对 让他问问款项的事 嗯 用人不疑 放心吧 挂了 好 喂 嗯 我是沐建峰 一连长 怎么着 你们的交换机一定是第一批交付的 回到我立刻就送到你们手里 什么 货已经到了 这台机器你们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两天前 是任保国派人送到这儿的 可是我还没想到 但是我们的货还在香港 第一批还没到呢 这个你可能不知道 这台机器是我让任保国 加急给送到这儿的 为了这个 他又找我带了一批款子 他又给您贷款 对啊 他还有一股公司 你不知道吗 这我倒是真的不知道 不过他 确实一直在做生意 摊子铺得多大 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个机器 是我跟他公司令签了一个合同 全款我们都已经付完了 现在机器出了毛病 我们单位的电话系统 全部都瘫坏了 任保国又联系不上 我只能找你过来 都快急死我了 好 这样 那先别着急 我待会儿看看我能不能修 也行 现在啊 不少单位都已经用到这种机器 很方便 一拨号就能通话 我们单位的领导 早就说让翻带 本打算等你们的机器一到 再捐几台 给别的兄弟单位用 你说现在 如果万一待会儿我修不了的话 我找专业的人来给你修 那你的 快点啊 至于这费用 回来我见到任保国 好好跟你说说 别 费用的事你千万别管 我跟任保国是朋友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呀 行了 我们见到任保国 赶紧告诉我 嗯 估计他也是真的去上点事 不过 车还在我这儿呢 跑不了 那就拜托你了 这样 那你告诉我 任保国另外一个公司在哪儿 你干嘛呢 这个辈子啊 一会儿给老周拿过去 这辈子啊 咱们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盖 给他盖啊 那怎么了呀 回头人家回去跟那些作家朋友一说 咱们这儿山好水好风景好 哪儿都好 就是这辈子回头臭烘烘的 那人家作家本来也想来咱这儿租房子呢 这一听不都恶心跑了 你还总惦记着他来啊 不是 总来才好啊 总来咱不发财了 一个人一个月是三百 两个人是六百 三个人嘛 小一千哪 你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没有 走啊 走啊 把杯子抱上 好 这门锅在哪儿呢 把钱交出来 老板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是一个看大门的 我等了三个多月 到现在我都没看着人 赶紧把钱给我退回来 不是老板 你跟我说我也没钱哪 任保国去哪儿了 把人交出来 老板 我也不知道啊 他把钱拿走了 货我们没见到 不找你们找谁啊 老子在广东 白待了一个月 货呢 没有货 把钱退回来 这次的钱一分都不剩了 都让任保国提走 赶紧退钱 这房 任保国跑了 任保国 看来是真遇上事 咱们先别慌 好